博客文博客我接下来看一下那个文章是怎么取出来的 好吧 让我们看个整个流程啊 首先要从哪里开始走啊 我访问的是不是index下面访问的这个根是吧 访问的是不是这个根呢 对吧 给我看看我的请求的uil从哪里开始找啊 能看出来吗 啥也没有对不对 就是什么呢 是不是这个这个弄入他 是不是这个弄入他 你看第一步我们加载的时候先什么设置日志 对吧设置日志 然后接下来是舒适化出去库 接下来呢是不是到了那个默认的路由引擎 接下来是加载静态文件 这都能看懂吧 加载模板文件 路由是不是就是一个 是不是 因为我是写了一个简单的一点 我就为了给你讲这个no root no root是干什么用的来着 就是匹配不上的ui了全部走他 对吧 他这里面是接收一个什么handler一个函数 什么一个匿名函数 他这里面干什么呢 就给你返回一个404嘛 对不对 那我这下面在这是吧下面在这 这个是首页 那比如说我们刚才写的是吧 你这个地方反问一个 这么一个ui了 它存在吗 不存在 不存在 他会报原来那个 会报原来那个简单那个 stator 404嘛 不会是吧 他会返回一个我之前写好的 404页面 这是我写好的啊 这是我一个emoji 为什么变成这种 我是写了一个emoji那个彩虹啊 但他为什么到页面上出现了这个情况啊 是不太清楚 好了就这个啊 然后再往后看再往后看 那我请求到了这个一 我现在是不是看那个controller controller是不是就是我们那个控制器啊 你访问这个ui了 我是不是执行这个控制器 这个控制器我起了个名字叫index handler handler 他放到哪里呢 放到我们控制器里面 handler 他这里面看看怎么写的 是不是就一个函数 那如果说你有别的页面呢 文章详情页面呢 放个叫 呃叫什么 article是吧 啊 a r t i c l e detail handler 你是不是在写个这么个handler 可以吧 handler handle hndl 行吗 就是就是就是那么个意思吗 对吧 如果说有其他的在继续用 很好写 你看这一个处理哈请求的函数里面 你说他又应该有什么代码 啊 处理请求的这个函数里面应该有什么代码 他这个handler是不是就只存放什么呢 是不是只存放呢 你的那个处理请求的那些逻辑 对吧 来看点开看一下 他这里面干什么 是不是解析一下你的这个就是文章页码 是吧 page size和page number 啊 这个你可以略过了啊 你看他最重要的代码在哪里呢 是不是就这几步 从logic 这个是什么来着 是不是逻辑啊 逻辑层啊 调用 调用逻辑层 调用逻辑层的什么 是不是具体的函数啊 具体的 啊 功能哈 这些功能函数 那我第一个我是get article record list 什么文章的记录的列表 对吧 接下来是获取category list 是不是就是要获取所有的分类信息 最后我干什么 最后我干什么 是把它聚合到一个什么 是不是一个data里面 这个data是不是一个string开头的interface 一个case string value interface 为什么要造这么个data 为什么造这个data 我是不是相当于我要给他返回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上是不是有那些模板语法 我要去渲染这个data 对不对 把所有的文章什么列表都渲染出来 你看看这个index里面怎么写的 去不到是吧 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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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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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这个index index 来你看这个里面怎么写的 这是什么熟不熟悉这个语法 认证 是不是就是咱们各语言里面默认的那个什么template 语法里面那个循环啊 便利便利点 我问这个点是谁 是不是我那个c.html里面传过来的那个对象是什么 这个点就代表什么 对不对 来我们看看这个点代表的什么 这个data 这个data是不是我们创建的那个map 这个map里面它有个k叫article list 对应这个所有的文章列表 这个category list的对应的是分类的列表 对吧 那我们在这个index里面做了什么事情 循环所有的文章列表 这个article.article list 是不是就代指着我们这里面的什么 代指着我们这里面的什么 是不是这个东西 看到了吧 这个啊几个图 认识的他其实就是 是不是便利的他 我这里面如果是每任很多个文章列表的话 那这个认识是不是相当于造了很多个 对吧 显示到我们页面上就是 哪是不是一个文章列表的一个效果 就这个就 就这个 就这个效果吗 其实它是一个文章 又一个文章 又一个文章又一个文章 是不是数据库里所有文章 依次给它便利出来的 能理解吧 就这个啊 好 我们再看这个 进入到这个润脂循环里面之后 这个点现在变成了谁啊 你这个article record的例子是一个什么类型的 我们看一下是吧 得看一下是吧 看一下是什么类型的 他返回这是什么 新 modules modules 是不是那个什么 这是个前面是不是个切片吧 对吧 什么切片呢 是article record类型的一个切片 所以说这个点就是具体一个article record 这个没问题吧 article record 什么拿到它的标题 拿到它的简摘要信息 拿到它的什么呢 文章分类的 是不是分类ID 以及文章分类的什么呢 分类的这个名字 cate called name 这个没问题吧 然后再往下 创建的时机 这个文章的 这个篇文章的创建时间 然后阅读的数量 评论的数量 还有最后的一个什么呢 是不是 我在里面拼接一个有矮了 到时候我可以做一个文章详情的一个 的链接 这个没问题吧 这个啊 这个 那我们接下来看什么呢 看一下这里面这个 handler里面 我调我们的这个逻辑层的这个get article record list 它 做了什么事情 具体的业务逻辑里面做了什么事情 这叫业务逻辑层 业务逻辑层 他查了什么事情呢 叫db 业务逻辑层 是不是要调用db 数据库那层 他跟数据库要什么呢 要article info 是文章详情 文章信息 你看文章信息 他怎么写的 是不是就是一个色科语句 select的ID summer title will count 是不是就是把我们数据库里面表里面的所有信息 是不是都查询出来了 对不对 他保存到了哪里呢 保存到了一个叫article info 这个modus里面是不是有article info 看看article info里面是啥 是不是就是我数据库里面的那些资端 是不是数据库里的资端 我查询出来数据库里的资端 我不能直接用 为什么 啊 为什么不能用 因为我渲染一面的时候 我是不是还要拿到你的分类的这个文章 分类信息的那个分类的ID 你这里面有吗 啊 这里面有是吧 拿到分类信息的名字 他有吗 没有 我说不相当于分类信息的名字 我要从哪里找啊 我怎么知道我渲染这个文章的时候 我知道他是一个C++开发啊 你是不是得从另外一个表里面 根据文章分类的ID 去拿到他分类的一些信息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业务逻辑层就是做这个事情了 我们的业务逻辑层做了什么事情 啊 业务逻辑层做了什么事情 是不是就是根据你查询出来的这个文章的信 那个这个什么文章的数据 对吧 拿到数据之后怎么办呢 再去获取文章分类的数据 接下来呢 你是不是应该把两份数据给他聚合起来 为什么要聚合起来 是不是我我在一个返回文章这个列表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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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里面 就能拿到文章信息和文章分类的信息 他把两个是不是给他聚合到一起啊 这就是我们在购语言里面啊 如何去操作这种跨表的数据的时候啊 这里面其实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 你是不是写那个left join 上节课我们写出来 没写出来的那个left join 我用一个色课语句 把所有的数据都查询出来 对吧 c到一个对应的一个结构体里面 但是他有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 你写不出来色课语句 对吧 第二个问题 你查询出来的上节课我们演示了 如果你是用嵌套的结构体的话 会有什么问题 那个id 是不是他就只能干什么 是不是id 是不是只能给你塞到 你说这里面category 是不是有个id 你这个这个article info 是不是也有一个id 他是不是把那个id 就默认就扔给了谁啊 扔给了里面那个category 他这个id 是不是就变成了零 默认的零值 对吧 这是第二个问题 所以说呢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在购语言里面做这种操作啊 因为你查询 跨表查询的时候 色课语句执行的顺序非常的慢 执行的时间非常的慢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先查文章数据 再查文章分类数据 最后干什么呢 我通过购语言的代码 去把它两个什么聚合到一起 这样的话 你说连接数据库 执行色课语句 查询出来数据 然后再反射到一个结构体里面块 还是我分成两部查询数据库 然后把用购代码把它聚合到一个 结构体里面块 是不是第二种块啊 就是只不过你写起来会比较的麻烦一点 对吧 你要查两数据 然后再通过两个for循环 把这个数据聚合到一起 能理解吧 啊 其实我我们今天主要来就想讲讲这一段啊 聚合数据 这是我们 就是你以后跨表查询的时候 很多人说 那这个id反射的时候 这个他对应不上号怎么办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应该是分成两部去查询 然后用代码去给他聚合到一起 啊 就是这个 那你五张表的话 你其实你写来复的状态 其实他的效率是非常低的 对吧 因为他 你来复的状态通常都不应该看着 不应该超过两张表 对 来复的状态就是那个联表查询 不应该超过两张表 两张表 不能超过两张表 最多两张表 最多两张表 对吧 你如果插 插三张表插四张表 他是相当于 在那个数据库里面层面一定是做什么 迪卡尔吉啊 什么一直连连连连连连 要拼成一张特别大的表 对吧 那个效率是很慢很慢的 啊 你的dba是他是不会允许你做这样的连表查询的 没有 啊 最好是最好不用转 对最好是最好不用转 但是某些场景下 我就说最好 最多不应该超过两张表 对吧 就多你就插了 做一个状态就可以了 一个left状态 inner状态什么的 何况你还不会写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就最简单的设计 一个表一个表的查 最后用购物语言的代码 让他给他拼接起来 这是效率最快的 你查询数据控板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反射更慢 对不对 反射什么更慢 反正是更慢的啊 因为你的结构体是运行的时候 再去找 咱们这里面就干什么 我就知道是操作哪个结构体 就直接给他拼接 这是我们要今天要讲的啊 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聚客数据啊 分啊 分 分啊 尽量减少 尽量减少什么的 啊 减少 说得我都饿了 减少 尽量减少什么呢 啊 联表查询 对不对 啊 联表查询 数据库的 联表查询 我们应该干什么呢 呃 应该 啊 分啊 应该是 将 将 数据分别从数据库中 查询出来 是吧 啊 然后干什么呢 然后使用代码 把他们 啊 聚合到一起是吧 聚合到一个 结构体中啊 啊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本来说我课上是要你们把这个得写一下的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injects页面啊 我把数据给你了 你要实现一个这个东西 这周图作业就是这个 你把这个写一下 好吧 把这个写一下 就是 他这里面刚才在哪里聚合的 其实就这里面了 你看我for a 冒号等于range article list 这个是啥呀 是文章数据 第二个呢 是分类数据 然后呢 我如果说文章的分类id 正好等于你的分类的id 我就应该干什么呢 把你是不是聚合到一个article record里面 嗯 这就是聚合啊 就是聚合 这个结构体在你的代码里面就 看你自己的需求了 对吧 如果说你 如果说你在代码里面 比如说我们展示这个文章列表 文章列表 他里面需要用到文章的一些信息 还要用到什么呢 分类的一些信息 这个时候你应该把他们两个组合到一起 组合到一起 在我们的这个module层啊 module层 找我们的module层 module层 module层这里面什么article 我光一个article 是不是给他造了三个结构体 第一个结构体是什么 这个结构体是会放一些什么 基本的文章数据 他唯一差一个什么呢 他差一个什么 是不是差一个这个content 他没有把这个内容给你放进去 为什么呢 因为内容是一个long tags 这个数量非常大的一个什么 是一个字段啊 所以说我们通常很少的情况下会用到他 这个第二个是article detail 就是什么呢 携带啊 就写个包含吧 包含文章分类 文章文章 基本信息啊 基本信息 文章内容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呢 文章分类信息的这样一个记录啊 这个结构体 对吧 啊 那下面这个呢 这是首页文章列表用这个的 对吧 我就把它报了 所以首页的文章列表 只需要有一个文章的基本信息 和一个文章的分类信息 是不是就完了 包含 文章 基本信息 和文章 分类 信息的 结构体 这个就是你如果 使用更多元 去做web下面的话啊 一定记着 你如果说想有各种各样的需求 比如说我就想展示文章信息 那你是不是用造一个article info 这样一个结构体就可以了 对吧 如果说你想用到文章的基本信息 和文章的分类信息 那我是不是就造一个文章基本信息 和文章分类信息的这样一个签套的结构体 能理解吧 这个啊 然后呢我们看一看这个这里面 是不是就是一个 category这张表的一个信息 这个没问题吧 就这个啊 这个 然后还有哪些地方呢 我说db吧 db呢 这里面你其实还可以分为 messor层 redis层 为什么呢 如果说你的这个 写的这个博客 对吧 我这个网站越做越大 你为了提高用户的这个体验 啊 减小他的那个什么 想用时间 你应该是这里面加一个redis层 加一个缓存层啊 在这个db里面快 再会分一个redis 分一个messor层 等等等等 啊 那个db里面就是就是我们这样 之前说的这个 是不是就初始化啊 把定义了一个全局的一个数据库的 连接池啊 这是不是就单力模式啊 购义原理的单力模式啊 最精简的 初始化一个个 然后具体的这里面就放什么呢 放一个查询数据库的操作啊 插入数据啊啊 创建数据啊 获取一条数据啊 获取所有数据啊 修改数据啊 这些都放到这个db层 可以吧 那个逻辑层是放什么的 来着 logic logic是不是就做一些什么呢 就是啊 我具体的一些数据拼接啊 对不对 数据聚合啊等等等等 放到这里面啊 然后呢 我的这个controller层呢 他就装 只调用逻辑层的一些函数啊 实现封装数据 然后给他返回 这就完事 可以吧 这个啊 这个项目 你回去呢 这周的作业什么 你把这个首页 你最好尝试着自己写一下 好吧 作业 把这个博客首页 这个优先级是比你那个 G30那个中线级高一点的啊 首先 自己尝试 写出来啊 写出来 给你了 对啊 你自己尝试自己写出来吗 不要抄一遍 就自己尝试 我把你那个 怎么样去查询块表的数据 是不是已经跟你说了 把你尝试自己写一遍 然后这个G30框架呢 这个你 尝试着写出来是吧 尝试 自己 啊 有啊 有好多OM 有XOM GOM 那个就是学用法吗 之前是不是也跟你说过了 那个啊 那个基本上就是用反射了 反射 他那个他那个怎么实现一个 他就是动态的反射 就自己动态的造结构体 实现一个你什么数据都能查询出来 都能映射成一个 JSON格式的数据 或者里面的 那个学起来 也就是相当于又走到了 最原始的路 就是你学框架的用法 学ORM的用法 对不对 第三个作业就没了吧 就这两个吧 尝试自己写出来啊 那OK吧 今天这个 这个啊 包括首页 下周咱们就开始不讲这个了啊 讲这个太繁琐了 下周讲那个 讲那个日志收集了 就是日志收集啊 咱们会用到etcd 用到卡夫卡 用到啊 那个做keeper 是吧 收集 咱们这个日志收集的项目呢 他 当你到公司之后啊 就会可以自己写agent了 这什么叫agent知道吧 客户单吧 是自己写客户单 就跑到服务器上的客户单 然后然后就在那里面说自己写 咱们会说一下他和logstart他的一个区别是什么 就是我们不是说讲这个项目 就是一定要你去公司写这个项目 我是给你由这个项目作为契机 告诉你怎么样去用购物语言写agent 写agent 然后同时跟你说一下那个卡夫卡 组keeper etcd 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对吧 咱们怎么样去部署这样一个项目 就是这种啊 再再讲四周咱们就节课了 好吧 然后剩下一个微服务的是应该在 让你们在路飞还是在小圆圈能看的 在线的线上的那种 那里就好 不要耽误大家的这个 因为每周你来 你让你来 你也你也很难受 是吧 我也很难受